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2月20日 福建省南安市公安局接到群众举报 对方称 狮山镇的村民吕国贤家有一个来路不明的孩子 建议警方去调查一下 接到举报后 南安市警方立即指派狮山行政中队的警察进行秘密排查 居国贤家住在洪兴村 他就是一个普通村民 他们家开了一个电动工具维修店 前面是店铺 后面就是一家人的住房 当问清楚警察的来意之后 吕国贤坦然承认买了孩子的事实 吕国贤说 他有两个孙女而没有孙子 这在重男轻女的闽南地区很让人瞧不起 2011年8月经熟人介绍 吕国贤买回来一个男孩 抱回来时这个男孩才出生没多久 而为了抱养孩子 吕国贤家花了5万元 虽然这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但吕家人认为这笔钱花的值 小家乐的到来打开了吕家人的心结 他们脸上的笑容也多了起来 为了照顾孩子 一家人忙得团团转 他们乐在其中 农村嘛 老人家肯定是说 希望能够下一代有的传下去嘛 也是很用心的对他那个小孩子 也很喜欢他 反正一家人都是很喜欢他 经过我们的调查 发现这个小孩确实是被买的 那我们就把这个小孩子解救出来了 解救时 吕国贤家极为不情愿 毕竟养了四个多月 他们跟小家乐已经有了一定的感情 一家人受的打击真的是没法形容的 不用说钱上面了 就说钱可以再赚了 对不对 就说那个感情口路以后很难受回来的 每次去看小孩子都觉得很可怜啊 真的是 解救回来之后 办案警察将小家乐送到了南安市儿童福利院 当地警方担心小家乐可能是被拐来的孩子 基于这种考虑 他们第一时间提取了小家乐的DNA 解救出来完了以后 我们马上把这小孩提起血样 送这个我们的上级公安机关做基础检验 那而且把这个血样哦 陆陆到全国的这个被拐儿童的这个系统里面去滚动 结果没有比重 没有比重 这就意味着有两种可能 一个是丢失孩子的父母还没有报案 公安机关没能采集到他们的DNA信息 另一种可能就是小家乐是被亲生父母卖掉的 不论哪种可能 要彻底解决孩子的救助问题 侦察员首先要将孩子的亲生父母找到 了解一下孩子是从那个医院之间人家生活买过来的 正义这个孩子是一个外地人 他这个是领导的 领导的他这个领的是湖白的 他在前头不知道怎么去搞 搞到一块来就生孩子了 他有一个老乡是在我们的隔壁镇 吕国贤说 2011年8月他听一个熟人说 有人在狮山镇南桥医院刚刚生了个男孩 想送人 听到这个消息 他就带着儿媳妇等人赶了过去 我小妹去看了一下 本来是没有那种念头 但是看到小孩以后 就是真的觉得好喜欢 很投我的言嘛 我就觉得看着好像真的是 这孩子注定好像是要 做人我是太失败了 什么事呢 我三代都是买来了 我本身做爷爷都一直买了 也是买来了 哦 那我的孩子也是买了 他是肚生 我有本肚生证 抱小孩时 对方说要给孩子的母亲留点营养费 因为担心对方会反悔 再找上门来要孩子 所以抱走小家乐时 吕国贤并没有留下对方的联系方式 也不知道小家乐的亲生父母叫什么名字 此时留给警方的唯一破案线索 就是家乐所出生的那家医院 师山镇南桥医院 经过查找 侦察员在这家医院里 找到了加勒母亲入院时 所留下的登记资料 她叫吴小娟 今年26岁 是湖北省洪湾县人 当时没有记录生父的那个信息 只有记录生母的一个信息 调查中 侦察员在这家医院 还获知了一个 此前没有掌握的重要信息 那就是吴小娟 在这家医院生的是一对双胞胎 也就是说 加勒 还有一个兄弟 如今小家乐被解救回来了 她的双胞胎弟弟去哪了呢 是被亲生父母带走了 还是同样被卖给了别人呢 当时侦察员向这位护士长追问 可惜的是 具体内情 护士长也不清楚 就从医院了解了 这个生母的姓名 还有弟子 跟当地公安机关联系 反映说这个人 也是长期外出 务工 没有在家 联系不上小家乐的生母 吴小娟 案件也就停滞不前了 没有办法继续侦办了 尸山行侦中队的警察 没有放弃调查 他们一方面继续查找 吴小娟的下落 另一方面 也在打探另一个男孩的消息 公府不负有心人 负责办案的警察 终于有了一个新的突破 他们找到了 吕国贤买孩子的 一个中间人 那这个桂花又是什么人呢 经过多方调查 侦察员最终确定 这个桂花的真名 叫卓长枝 是当地的一名月嫂 事发后不知去向了 原来由于逃婚 又长年不归 卓长枝被家人通过法律程序 注销了户口 找不到卓长枝 侦察员也就无法确定 这对双胞胎男孩的生父是谁 再加上 此前他们曾多次联系吴小娟 也联系不上 案件陷入了困境 到了2012年6月 小佳乐已经十个多月了 会爬了 此时的他 仍旧待在福利院里 跟一帮小伙伴们玩耍 正在我们是福利院的角度 我们是说 如果是孩子 是正常的孩子 我们是希望说 能早日回归到家庭里面去 因为对孩子来讲 是一个非常 对他的成长 还有一个心理方面 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这期间 小佳乐的养父母 曾多次来到福利院 探望小佳乐 养母说 每一次离开时 她都心如刀绞 她是一个未婚妈妈 曾经活在虚幻的爱情里面 一失足 成千古恨 她不愿意再错下去了 人贩子竟然是孩子的亲生父亲 她如果说跟不过老婆 小佳乐不是任何关系 有可能是下来 我不可以送人 小舅子的女朋友 因何成了她的情人 来路不明的孩子 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就在南安警方 担惊结律地寻找 小佳乐的亲生父母的时候 一个年轻的女子 从广东赶到了福建省南安市 她就在大街上 一连几天跟人打听 她自己孩子的下落 记者见到吴小娟时 是在今年的八月底 她回忆说 2011年8月16日下午 她在南安的一家医院 生下了一对双胞胎儿子 由于是抛妇产 打了麻药 产后她一直处在昏迷的 而就在这时 她的男友曾风松 把两个小家伙给抱走了 就知道孩子被她送走了呀 送给谁的 她如果想被她叔叔 给抱歉了呀 那你比如医院出来的 会有没有跟她 打过险上见她的孩子 那肯定有了 那自己生的孩子 自己怎么可能不曾经呢 七天之后 吴小娟出院了 就缠着男友曾风松 说想见到自己的双胞胎儿子 那她在哪里出院 她就说 等做完月子过后 会带我去啊 然后 做完月子呢 你叫她 做完月子之后呢 她又说 什么那个地方的封锁啊 月子说前几个月不可以见 就这样 因为见孩子的事 两人天天吵架 吵到后来 曾风风松就把吴小娟轰走了 让她去了广东的姐姐家 刚刚坐完月子吧 她在以为前找借口嘛 让我去我姐那里嘛 然后我就去了 念自心切的吴小娟 在调理好身体之后 就来到了南安市 寻找自己 那对双胞胎儿子 而就在这次找孩子时 吴小娟听到了一个 让她无比震惊的消息 在南桥医院 去年曾经有人 把刚刚出生的双胞胎儿子 给卖了 据说两个孩子卖了十万元 同一家医院 同样的双胞胎男孩 诸多的信息汇集到一起 让吴小娟不得不怀疑 那个卖孩子的人 就是她的男友曾风松 这个猜想让吴小娟心急如焚 她赶忙拨通了 男友曾风松的电话 真的两个小孩子 都是阿姨介绍你卖的吗 你想得到这个 上次可能我还有必要再 你忙下去吗 你还想到明年 你还想到伤害人家 明年我 你都会伤害 他就把你送到两个儿子 你能先把他们拿去卖掉 你帮你呢 你讲这事有用吗 卖一个孩子 你给他三千万 这稍微 三千 还挺少 知道吗 电话里曾风松承认 自己卖掉双胞胎儿子的事实 两个孩子 他一共卖了十万元 作为酬谢 他曾经拿出六千元给了月嫂 也就是卖孩子的中间人 坐长枝 一看事情败露 曾风松不停地哀求吴小娟 希望他不要报警 你现在事情出来 你将我跟你杀呢 你当初把我孩子拿去卖掉的时候 你怎么就不跟我杀 你一家 你不是放在那 放在那边这样 你怎么回事 一万块 你让我一分 你都没看到 想不要想自己 想自己 你认为自己还有用吗 曾风松连自己的亲生儿子 都敢卖掉 这让吴小娟没有想到 犹豫再三 他选择了报警 这时据他生下的对双胞胎儿子 已经过去了十个月 相同的时间段 同一家医院 同样是双胞胎男孩 这些信息 跟小家乐的案件 有太多的相似之处了 那小家乐 会是吴小娟被卖的 那双胞胎男孩 其中的一个吗 吴小娟报案提供的信息 会给这个胶着了半年的案件 带来转机吗 吴小娟的出现 把小家乐的案件中 许多断掉的线索串联了起来 这让办案警察 长长的出了一口气 此前 困扰他们许久的问题 迎刃而解 按照吴小娟介绍的情况 他很可能就是小家乐的生母 而小家乐的生父 就是曾风松 户籍信息显示 曾风松32岁 家住福建省寿宁县 根据这个登记信息 侦察员立即跟寿宁县警方 取得了联系 当地公安机关的回复是说 这个人长期也是在外 做声音或者误光的 也搞不清楚 他具体在哪些地方 户籍地找不到人 曾风松去了哪呢 这时吴小娟向警方提供了 曾风松可能落脚的几个地点 按照这些地址 侦察员找了过去 结果还是一无所获 我们就是一方面就是根据相关的提供的这个犯罪嫌疑的一些信息 去找这个嫌疑的机器寻找 还有一方面我们就是从那个网上办理那个刑击手机进行网上追逃 7月18日 侦察员获知 曾风松在福建省南平市一带活动 就赶了过去 在南平警方的配合下 侦察员将曾风松抓获 这就是犯罪嫌疑人曾风松 被捕后 他对卖孩子的事实供认不讳 曾风松说 他和吴小娟只是情人关系 在家中他还有老婆和两个孩子 女儿大一点 七岁 儿子小些才两岁 为了维护家庭稳定 他只能选择卖掉跟吴小娟所生的双胞胎儿子 为什么曾风松担心吴小娟会刺激到自己的岳母呢 这样的逻辑让人搞不懂 但接下来曾风松的一番话 却让人大吃一惊 曾风松说 吴小娟原本是他小舅子的女朋友 尤其是他岳母 十分喜欢吴小娟 曾经多次流露 把她娶回来当儿媳妇的意思 对于这一点 我们在吴小娟那里也得到了印证 他那个人很好的 特别好 我好像说他那个岳母家对你也很好 嗯对 他家人对我是挺好的 既然吴小娟是曾风松小舅子的女朋友 她后来为什么又成了曾风松的情人呢 在两个人的口中 记者听到了截然不同的版本 在曾风松的陈述里 他说自己原本在广东打理一家美容店 生意做得红红火火 也就是在那时通过小舅子 他认识了吴小娟 曾风松认为吴小娟就是爱慕她的钱财才主动跟她接触的 而内心里他并不喜欢吴小娟 曾风松说是在吴小娟的逼迫下他才就范的 后来两人变成了情人 为什么跟你小娟了后来不交往呢 继续还交往呢 跟你认识之后还跟他交往 对 还交往过 那什么时候不跟你小娟了不交往 他不是回我们去我们家了吗 还不出来之后他怀疑了就没有了 为什么两人会成为情人 吴小娟的描述和曾风松陈述的版本截然不同 吴小娟说因为跟曾风松的小舅子谈恋爱 他也就认识了曾风松 吴小娟说那个时候曾风松已经欠了一大堆外债快破产了 我认识她在外面欠债的上次欠了两百多万 欠了欠多 欠两百多万 外面欠两百多万 那你所谓的女孩觉得你挺疯狂的 现在都是靠借钱过的 这个我也不明白 不知道她怎么想 当时吴小娟跟男友一样把曾风松当成了自己的亲姐夫 遇到什么难事都向曾风松求援 那个时候她觉得曾风松这个人还挺可靠的 他就是给人一种感觉挺怕 2010年11月的一天 吴小娟跟男朋友因为一点小事闹起了别扭 感觉心里委屈的他想找个人倾诉 这个时候他想到了曾风松 就是这个刹那间的想法吴小娟说自己的一生被改变了 吴小娟说那一次他被曾风松给侮辱了 事后吴小娟觉得没脸见人 觉得对不起自己的男朋友 因此他与男友渐渐的疏远了起来 而这个时候曾风松趁虚而入 百般讨好他 自己也想过很多很多 但是可能也是 嗯 女人在爱情你里都是傻的吧 所以我也说过来 被蒙蔽了什么意思 就这样吴小娟成了曾风松的情人 为了不让曾风松的岳母一家知道 两个人离开了广东 辗转来到了福建省泉州市 在吴小娟怀孕六个月的时候 他知道了曾风松更多的秘密 他身边的女人是很多 身边的绯闻都是从来没有断过 像帮她生孩子的我都是第四个 吴小娟发现不仅此前曾风松先后跟三个女人生过孩子 而且她还喜欢赌博和吸毒 这让吴小娟很崩溃 她想把肚子里的孩子拿掉 但因为月份大了又是双胞胎风险太大 我家的孩子都不会害 因为毕竟她家的女儿很老 有没有伤害过这个事 嗯 刚开始吧 有开过玩笑说 一人养一个他养一个我养一个 当时我一个叔叔不是被小孩子送的吗 我真把这小孩送给她 送给她胡养一养 毕竟毕竟毕竟她回到胡养 让我们心里舒服一点 这个意思 孩子出生后 曾风松说送给亲人抚养 吴小娟也信了 直到案发 吴小娟恍然大悟 认识她是我的语言 也是我的基因 也没有什么呢 也希望她在里面能够重新做人吧 好好地反省一下 反正她也差不多也得到报应了 我也不恨她也不怨她 曾风松归案后 经审讯她交代了另一个孩子的去向 她有交代说 当时卖完第一个小孩以后 然后女友 她对面厂房 一个要生小孩的 这人是得化了 她说小孩子要卖 用电话连续 连续着她自己的什么亲戚的之类的 过来 经调查 侦察员确定 曾风松卖掉第二个孩子的中间人 是吴小娟生产时对面床位的一个产妇 那个人姓林 家在德华县上用镇 根据这一线索 侦察员立即赶赴德华县 通过村干部 在她的家中找到林某 她自称说 那个她当时因为生小孩完以后 卧床 外面发生什么事情 她不懂 侦察员分析 林某虽然不知道另一个孩子的去向 但当时在医院陪护的家属 有可能知道这个孩子在哪 通过对所有陪同家属的一一调查 侦察员终于得知另外一个孩子的下落了 通过做工作 收买人同意把孩子送回来 到六点四十几分了 这小儿终于被收买人送到工房机过来 又不放开 来 你給他去打算 你給他去打算 你給他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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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一看那個小孩子 跟我們先祈結救的那個小孩子 長得非常像 因為雙胞胎 所以說我們就確定 這個就是我們要解救的這個小孩子 買這個孩子的人叫林靖蓮 結婚多年一直沒有孩子 所以才抱養了這個男孩 我這個小弟蠻有生孩子 很喜歡要死不得死 到最後說不管是騙子 是什麼 乾脆買了 小弟還玩這張 我們也不是搶他 所以說自己要買來看情況 自己蠻有生或有生 就不會 將兩個男孩都解救回來之後 偵察員立即提取了他們的DNA信息 經過比對 這兩個男孩就是吳小娟 和曾豐松的親生兒子 2012年8月29日 福建省南安市 召開了任勤大會 將這對雙胞胎男孩 送還給了他的親生母親 吳小娟 下面我們舉行任期儀式 請我們的工作人員 將解救出來的雙胞胎嬰兒 交給孩子的母親 大傭胎嬰兒 要給他 看好 最好 三年 它們的妹妹 在船上 substances 曾丰松因涉嫌拐卖儿童罪 已经被检察院批准逮捕 这个里面过程的例子 其实里面也是很难受的 一对双胞胎兄弟 还在强保中的时候 就被人给卖掉了 这是母亲的噩梦 也是孩子的不幸 是谁造成了这一切 曾丰松因为卖掉自己的亲生儿子 已经受到了法律的制裁 但这个案件留给我们的感叹 还有很多 吴小娟在受到了别人的侵犯之后 如果她能懂得用法律武器 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那么接下来的悲剧 可能就不会发生了 我们希望这个案件 给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 也提一个醒 希望所有的女性 都能学会用法律保护自己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今天的说法 观众朋友们 欢迎您接下来继续收看 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 综合频道 其他内容 明天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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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见